好久不見組合林陽配王淇琳 李陽兩人同為中山國中 校友 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將中山國中前復興北路 三百六十一項新增別名為林陽路 台北市民 覺得覺得很榮很榮幸吧 就很很開心 能拿到這個成績跟大家去分享 那我像我昨天也有講過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金牌是屬於大家的 所以真的很有大家的支持跟鼓勵 連李陽都巧妙必談林陽路 畢竟蔣萬安這個做法 網友紛紛留言 回歸運動不要吃人豆腐 時至今日還在政治恩寵怪怪的 令議立委更批蔣萬安蹭過頭 無私要撐全臺一百九十六條中正路 蔣萬安敢開一刀證明嗎 而這次上一次政客操作更名道路是連勝文 把市府路改為經國路 他怒僻 這根本是粗裂政治操作 不只如此 北市議員張文傑 也在臉書表示 剛奧運完選手需要休息 建議蔣萬安無需製造風波 可以大膽先把中正路改名試試 可能政黨性會高一點 蔣萬安市長其實你有很多路名 在轉型正義當中 應該要儘速的來處理 好像都置之不理 或是假裝沒看到 裝睡 蔣萬安必談中正路轉型正義 卻先拋出別名羚羊路 被捕少網友質疑蹭過頭 再次羅佩裔台北採訪報導